開戶優惠 只要2022年1月1日、月31日期間 敬以下Regard Finance指定連結 或者節目畫面中的QR Code 首次驗證並成功網上開戶 可享有以下優惠 1200元港元現金券 可以用來買港股或者買美股 港股無限免勇 美股免勇半年 港股美股串流報價 300元港股現金券轉倉相 參與專屬客戶活動 當然還有Regard Finance的特別節目觀看權限 記住要用Regard Finance指定連結的 首次驗證電話號碼 才可以得到以上開戶優惠 以上優惠細則 可以WhatsApp查詢9242 2928 更多詳情可以參與 Regard Finance Facebook 專頁及網站 怎樣才可以選到條款優秀 有追蹤力又風險適中的卵證 謹記以下選擇三個貼士 行使價0-15%價外 年期長過2個月 街貨比例少於2成 只要符合以上三個條件 卵證價格自然會跟貼指數或證股走勢 受波幅和街貨影響亦較少 還不快去高盛應股證牛紅證網站 利用這三個標準簡卵? 想知更多即市卵證部署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早上9點9 又問錦sir主持的錦樣賣卵 現在來ZET.COM FOREST做外匯交易 有超過21萬元的禮券等你拿 今個月完成開戶 即時可以拿到200元的HKTVMORE禮券 開戶30天內完成指定交易量 還送你額外獎賞 5款禮券全部任你選擇 任你組合 做夠18手 送多1000元 交易越多 獎賞越多 最多可以拿到10000元禮券 現在就scan這個QR Code開戶 外匯交易就是一個字母 這麼簡單 ZET.COM FOREST 對, 我吃得到 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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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不收到料, 也真的差很遠 華盛通串流報價系統 自動不停更新股價 成交、數量 落盤, 要選對盤 SIRENA, 我一定買到票給你的 10點, 這樣可以 我們幫人扔你火箱 是呀, 劉太太, 你好 是… 在那邊可以… 走啊 交易, 不用每次補充 華盛通提供條件交易 可以設定價, 自動幫你入手 落盤, 要選對盤 金銅玉女 我一看就知道你們兩個合格了 我做這麼多年沒人說 哪有失過手 不要教 是行歸, 做完事當然要抽勇 抽勇這件事勾結了很久 華盛通 HELLO 又到瘋善財經了 星期二啊 我教主啊 交給你先 交給我講了這個Weboo的 新年開戶優惠 新年生氣象 今次有些什麼送呢 今次呢 其實你60天內 維持1萬港幣的正存款 再加上你買入一筆的美股 就已經可以拿走兩股的C4 Cisco 那裏都價值是1000元的 其實都非常之容易的 開戶道 簡單單 下載Weboo的APP 完成那個登記開戶 那裏充足兩個月左右 那一萬元 再做一筆Trade 就已經獲得到的了 這個QR Code是非常之清楚的 是的 是的 那麼就快點去探索這個QR Code開戶了 因為你見到Weboo的最大優勢 就是全球超過2000萬個用戶 是的 它在美股的交易裏面 增令佣金 令平台費也不需要會員費的 還有它是有16小時的美股交易的 所以盤前盤後 都是全覆蓋 還有是有50檔買賣報價給你看到的 是的 另外日間日間玩港股 都可以試用Weboo這個交易系統的 亦都是不收佣金 沒有會員費的 這一期也有多新股抽 你用Weboo這個平台 現金去抽新股的話 亦都是零首屬費的 儘管去試一試 那就有新開戶優惠了 好,我們又說回港股了 說港股之前 哎呀,你這麼快就出來 這些是秘密武器來的 秘密武器 哎呀,先不要說港股 因為今天有一個很重大的儀式 什麼儀式? 開Weboo 你一定要開Weboo 當然是拿那兩股的Cisco 是不是? 就是迎新優惠 Weboo是人人都拿到的 有些東西要憑實力才能拿到的 就是這個2021年尾古恆子大賽冠軍 閃潤堂 Yeah,是不是知道我什麼料呢? 獎金就是這個 500大元,真的是500元來的 哎呀,不是假人家的 要不要照一照 不是假的,是水印嗎? 水印都齊了 對啊,齊了 水印、防盜馬都齊了 金屬線都齊了 謝謝,真的是500元 由教主手中拿500元 大家都知道是多麼難的 是不是? 不好意思,各位網友被我拿了 這個話中有話很厲害 哎呀,我打算有些美少女參加 那當然是美少女獲獎 誰知竟然是這樣的主婦 不是我 美少婦都可以 是啊,不要失禮你 哎呀,弄一件主婦給我五個水 哈哈哈 知道我眼光很漂亮 真是很可憐 真的很難 所以大家密切期待 會不會有復活節 清明節 股肯子 農曆年先 看看怎樣 現在市很容易猜 哈哈哈 全程在23,200元 都容易猜到 不過我覺得挺奇怪 你說有兩位是猜23,400元 是啊 是啊 那這些齊頭的位置 我當時應該是多人猜的 沒理由只有兩位 是兩位 23,400元是兩位 其他那些是很多個 是嗎 所以我一直都在想 23,300元 2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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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給我這麼多個抽一個 500元 分了它 還是最早猜的就是那個 我也想過 好就好在 最後只有兩個中 所以下次有得玩 你試試猜一下 點數位 基本上 點數都同時間有幾個人 一起中 沒得說 點數位 應該就比較 一個就一個 容易一點 就容易一點 不要選擇大馬位 那我這些 選擇大馬位都中 真的 你不能不給我 對吧 我以為今晚都會買這麼多寶 那8,000萬應該屬於我 你放心 中了這500 那8,000萬就不會是你的 不是吧 二選一 不過現在講到運氣 天象 觀星 尖掛 那些 拿我們的殺手檢出來 殺手檢就是 你知道 突然間中證監 天象分析 對 不能再用天象分析去看股票 天象分析去看股市 很諷刺是我今天就收到普新金融的苦年港股風水報告 是 嘩 都幾多頁下的 你看到嗎 來年展望原來有宏觀先天掛 人事後天掛 嗯 大股市有冬至尖 疫情占卜 債市 地產 亦都 跟你做了一些行指預測 譬如虎年過往的表現是怎樣 任演年 任演年 預測又怎樣 哪些行業 會是怎樣 那些術語都給你 都給你 這些隨便找一本通勝 都可以抄出來的 嘩 你看 全部都是非常詳細的 然後他就會看來年展望 對 你總結一下他的展望是怎樣 其實我沒有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看了他 他報告的封面 我就已經覺得 應該要分享給大家 他不知道 傳媒 難怪香港的傳媒 一個撿一個 哈哈哈哈 不是呀 因為我怕我 吞完之後 不能說 我怕我們有危險 說來 這些天象的事我們是不信 被人批評 迷信 是的 你那些 李昂風水指數 那些 我們以前大講特講的 不要 現在不要講 所以我純粹給大家 看一看 參考一下 算 你看有多少頁 浪費了 我覺得 所以其實我一早已經準備了 我們RF的占卜系統 什麼來的 就是這個 網友 你說一種占 你想今年看什麼 就是疫情占 疫情 OK 疫情 1 2 3 揭疫情 什麼來的 救死扶傷 哈哈 救死扶傷 對 就是我們醫療程度 都相當專業 疫情 很正確 對呀 救死扶傷 你特意 不是呀 這樣就一夜揭 好 好 好 給你占多一點 一天占多兩次 地產占 地產 OK 地產 去去 哈哈 看爆米的老爺 一夫百姓 咦 這是什麼 一夫百姓 買還是一夫百姓 沽呢 很正確 地產 內房的話 去年就每個沽 今年可能買回 每個人都會買回 一夫百姓 陰霾二哥 跟著一夫百姓 每個沖去買 每個沖去買樓 買地產股 嗯 嗯 希望是 所以這個 我們這個占卜 是很有用途 其實是 四字成語的卡 哈哈 你別管 他又沒有天象 原來我EV都回答 我這裡都回答 是呀 一名驚人 又沒有天象 又沒有盛 你看看 表面都是龍馬精神 是呀 是呀 我現在測了 本來我都不做這樣的 明天的市 好呀 明天的市 是呀 是呀 什麼來的 悲歡離合 好厲害 明天的市 會升 又會跌 又又悲又又歡 又跌又升 就是今天就對了 今天就對了 EV的回應 是無牌很激 這個是下半年用的 不對的 悲歡離合 好像今天這樣 悲歡離合 一開以為可以 是呀 又跌了下去 跌跌以為死可以 下午又抽上去 是 一抽上去想又怎樣 我又跌回 是 悲歡離合 悲歡離合 又開心過 又傷心過 是呀 可能你炒那些卵靜 又試過入場 又試過離開 哈哈 出出入入 悲歡離合 悲歡離合 大家常常在那裡麻醉自己 不要緊 炒股不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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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 用一個很仔細的精神 那麼多隻股份 當然有升 你捉到路 也是OK的 但是難度很高 幾難度很高 譬如說你玩一些 新能源股 今天又回回 好了你內房股 一天剷下去 一天就抽上來 今天挺好 內房股 恆大伏牌 就是 因為他伏牌 說他其他的地 那些項目 在海花島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 抽上去 其他的也沒有那麼害怕 我今天也看了一些視頻 海花島 是不是呀 挺漂亮的 人工島 人工島是挺漂亮的 還有是 不要那麼大聲說話 為什麼 非常回音的 因為裡面沒有人 哦 空地一塊 不是空地 他全部樓很多建了 很高的 沒有人的 因為 原來那裡很多人買 是北方人買的 哦 是嗎 原來是割北方人韭菜的 其實海花島是甚麼位置 在海南島下面 海南島下面 是的 所以那些北方人買 就貪它陽光海灘 那些北方人買很多 有些視頻就拍了 在一個月前我看那個 就拍了在海花島 海南島 是的 但裏面那些車的車牌 不是蒙古 就是哈爾濱的車牌 哦 你開車 開到沒有雷工那麼遠下去 所以原來是割北方人韭菜 還有 很多北方人開第一期的時候 很多北方人買 因為它有很多販賣給你 一萬元你就可以入手期 哦 所以很多北方人一進去 一看到就十幾二十個盤 那樣搶的 嘩 想炒得起嗎 想炒得起 因為它不知道 它是北方 它不知道 誰知道當然炒不起來 因為現在基本上 原來一路以來 由第一期開賣到現在 它整個大項目 很厲害的 過千億的項目 是未有二手市場的 全部是一手的 全部是一手市場 因為你不用出二手市場 因為恆大不停有供應 整個島 不停有供應 所以割韭菜 過得很厲害 但是北方人買了之後 之後為什麼不進去住呢 因為它第一 就是打算放租 那誰知道供應是大量度 即是租不到 現在它裡面有一些 類似Airbnb 是是是 全新樓 過千尺 那些房子 一晚 你會租多少錢 一晚 一晚 Airbnb 當旅遊 一晚 幾百元 75元 全新 過千尺 75元 是 不錯 還有 被人找笨 就是在那裡吃東西 因為那裡是一個島 人工島 除非你開車 出回到外面 在那裡吃東西 是超貴的 嗯 是按住來搶 因為沒有什麼選擇 對 還有裡面那些店 那些賣的小食 基本上 全部都是北方小食 哈哈哈 所以原來那裡是割北方人的韭菜 不錯 現在的問題 就是 十天之內 是要爆破 爆了 是的 但是買了那些 繼續要供樓 那怎麼辦 因為爆完之後再建 不知道 總之你繼續供 還有問題 他現在基本上是說 特地有39等的違規 拿回來 所以就建立完 說你要拆 這些呢 又是 有得說的 是不是違規 他說違規 你要拆 你也沒辦法 你說要爆就爆 因為他第一天已經違規 是啊 原來他第一天已經違規 但是你這麼多年還在建 你就很難去說得通 嗯 因為原來他 我已經了解了他怎樣的違規 原來他當日 其實省 就不讓他這樣填海 是 因為那裡很多珊瑚礁 還有影響海洋生態 就不給他 嗯 誰知道恆大跟那裡的市政府 就不知怎樣 就搞定了 就用一個 就是說 我不是建那麼大的 我不是那麼填那麼多 就是將他填那個規劃 間都很小 嗯 我填海的 填一點點 嗯 填一點點 接著下一個 我又填一點點 加起來就很大塊 嗯 那一說這裡違規 那一塊地就違規了 是啊 就說這裡違規 但是他今天就是復牌 今天就做了一個通告 就說是那三十九等下面那一塊地呢 是違規 其餘那些呢 沒有事的 那不敢說 真的不敢說 對 其實昨天為什麼 有這麼多內房股這樣落法呢 我想想一下 其實大家都是害怕 一些再見的項目呢 是否有 類似恆大這樣的情況 是 因為以往 曾經一定不是第一單 但以往都不少的發展商 面對這些項目 起起下 說你拿地的時候 就是違規 這問題來的 嗯 因為都是那句啦 你填海違規呢 嗯 即你當然是填海建樓啊 嗯 填海呢 不會你今晚十點鐘填 明天早七點鐘填好的 是的 你很多年時間的 很多年 你現在才走來說違規呢 嗯 如果你說我買一塊地回來建樓的 那我都說我不知道 一塊地本來是在這裡的 突然起了樓 原來是違規 那我不知道 明明是生地來的嘛 由武到有的嘛 是的 由武到有 這麼多年時間 你才說違規 大家在害怕 還有填海的地 要由生地變熟踩踏得實 其實都應該要 起碼八至十年的時間 我不知道內地是否這樣 香港是這樣 是 起碼八至十年的時間 上面以前 以前是建的臨時房屋區 那些這樣 踩扁去 踩了八至九年左右 不會不會我們中國填海很快 是不是 兩年搞定了 就踩得上去 建樓了 兩年 還建了樓 對 還有裡面是沒有公交車的 原來 那你 你一定要開車的 什麼配套都應該沒有 其實 本來說是有的 是嗎 本來有無人的軌道 由大那個島 就駁過去的 那現在是鬼什麼春 現在都要炸了 都要炸了 都要拆掉了 原來很大 很多樓 你只是說那三十九等 華傳聞那裏的金額有多少 一千六百億人仔 那裏一千六百是整個 整個項目 整個項目 那三十幾等樓未至於一千六億 整個項目 那就是糟糕了 你還沒交給他 我交給你了 不過他就爆了 沒辦法了 因為這個項目很大 所以 沒想到 導致恆大曾經短暫停牌了 其他事件又沒有事 今次就短暫停牌 做一個澄清 復番牌 看見股價沒什麼 怎樣倒閉 是 就叫做補到股價一點 不用再下跌 不過他也出了 他全年物業的銷售額 只有四千四百三十萬左右 跌了三成八 是 sorry 四千幾億 四千四百三十幾億 跌了三成八 那就是 只做到全年目標大概一半多些 六成左右 五成九 差不多了 我估計接下來都會繼續縮 因為他又說十年不買地 記不記得 沒有地去建 有些地又可能變成了違規 難搞的 但是 看下你自己 怎樣看其他的內訪 融創這些 今天就彈的 有一隻 我忘記號碼 第一服務 他有個交易又告吹了 本來說 我有錢做一個收購 是一間物館股 不是 不搞了 今天又說不搞了 終止的收購 是的 先搞定自己 我也這麼說 今年內訪 可能有個 絕處逢生 你搞定了恆大的 其他那些 不用死 會好一點 但恆大有很多千千萬萬的項目 不知道有什麼千奇百怪的事件出現 你不知道 沒有 只要圍著恆大來打 其他那些不關事 其他那些不要辣到 有事 其他不要辣到 就可以了 辣到當然出事 如果你說圍著它來打 其他辣不到 只要恆大一被人接管 或者許先生已經不見了 那就OK 你賣不賣 一個夠全家 你死了 我們就沒有錢 不是一個夠全家 因為全家真的不能死 他這麼大的家座 真的不能死 整個四合院 不能死 現在先死一家 最大的家 先拆除祠堂 其他那些 希望自己補得多少 就不得多少 今天是大彈的 物館股今天也是大彈的 不過我想大家今天的焦點 都不是這些 大家可能會看著 昨晚Tesla和Apple 升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妖股 什麼妖股 股王 又不是我說的 我幫人說 妖股 是嗎 妖股 蘋果 蘋果是上到3萬億美金市值 絕船買 當然是買小米 買小米 真的 你不要推搏 之後 哈哈哈哈 小米都升不起 看到蘋果這樣 蘋果抄小米這麼多年 現在蘋果升到這樣 是離譜 離譜 市值有沒有差 沒有天理 我找回沒有天理的卡 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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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到他脫肺 對 小米不紅 天理不容 小米動都不動 18個多年 真是你搞錯 沒辦法 競爭對手 大家在國外 Tesla股價太厲害了 當然 沒有蟹貨 歸城 也沒有蟹貨 伊朗媽說出來倒塌 是 我也猜 我猜 下一個出現resection 沒有人倖免 大家抱著一起死 他就升十幾% 十幾% 很恐怖 快要創新高 如果看他的樣子 我想他會再拿貨出來估 不出奇 他說明股市 即是接下來有resection 你們都要衝進去 對 他說明了 我猜接下來會有衰退 一衰退就無人倖免 就不行了 接下來股價快要創新高 我想他真的會拿貨出來 而且他有什麼優勢呢 就是他加了價也好 這些Model Y、Model 3 全部都要加價 所以他說 那些車要等 每個都等 是啊 即是每個都等 真的沒問題 你見到他 他的銷售是創新高 是啊 對不對 好像行辭一樣 每個都等 等什麼 等他那輛量產 等他的廣告 很久沒看過行辭的廣告 很掛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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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掛念那些行辭 那就追回舊廣告 學大Tesla 真的很厲害 但我不太建議買 這些位置 首先由於馮同學 覺得看好 但是這個主因 我有點戒心 第二 我覺得他真的會拿貨出來沽 Elon Musk 他沽了九成多 都接近一成了 是啊 目標再沽 他又不是他沽 他弟弟沽 是啊 是是是是 他鋪鋪拿個弟弟出來動 是啊 他弟弟出去不動 那我怕 因為昨天那一刻 他的交付能力是很強的 嗯 真的很強 他的那些芯片問題 在他身上好像發現不到 人家就沒有斷他的芯片供應 全部在美國買芯片 在美國公司買回美國芯片 是 這個問題就不大 就不像我們上面那些 買到那樣的 所以交付又好 是 他已經很大的 電動車最大的了 嗯 他的增長也很厲害 嗯 即是他只是在第四季 全球交付是30萬架車 是啊 真的很誇張 還未見頂 還要不停被美國人罵 你知道嗎 最近在新疆開了一個陳列室 做新疆生意 在美國那邊很多人在罵 對股價沒有問題 沒有 他只會擁有錢 上海另一個廠就是搞定 那是谷產量的 不谷產量 不在大陸的谷產量 其實他被兩邊夾擊都沒有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 美國人會罵他在新疆那邊 做了showroom 賣車 而中國也會罵他 你這個SpaceX 撞我的太空站 不是 接近我們的太空站 你知不知道很危險 對著我們 即是我們中國太空人 你這樣飛過來 是不是 你可以避 避了 避了你 不就是 然後就在喪鬧 就是鬥鬧 那上海月 你這個中國的太空垃圾 還差點飛過來 大家就鬥鬧鬧 鬧鬧鬧 鬧鬧鬧還是破頂 反正天空是沒有主權的 是 太空是沒有主權的 不是誰先上去 霸了那個位置 你不可以接近 不是元宇宙 天空是沒有主權的 不要太狂狂 撞你就撞你就了 不小心 不好意思 撞完之後 說聲抱歉 無法談 所以我不會理你 罵我 沒有太空交通安全 沒有 也沒有紅綠燈 沒有斑馬線 沒有紅綠燈 最多個太空人 有座椅子 那麼簡單 所以我無法吵 你又罵我 你被罵我 也沒有罰款 有意外 對 你又罵我 有我創新高 要不買 要不買 我強烈建議 Elon Musk 不如快把SpaceX都上市 一定會爆炒 對不對 你猜他不會 遲早 養大 穀肥 做到商業化之後 但是 始終 Elon Musk 這些鬼佬 沒有鬼用 是鬼佬 垃圾 他不是玩開香港的玩法 你說香港 如果是成哥 Elon Musk 拆了十幾間出來 已經拆到不記得 號碼 零部機 拆一拆 就像Google那樣 嘩 Amazon又拆出來 發窟 Youtube又拆出來 對 對 不同的玩法 美國人要大 總之我包覽了 對 對 因為 為什麼呢 有時間說 為什麼 中國人 或者香港 這麼喜歡拆 在美國 這麼不喜歡拆 要大包圍 其實跟稅是很有關係 有機會再說 可以避到的 如果 如果你 沒有這麼拆 拆完 這些數 在美國 它的避稅系統 就是越大越易避 哦 明白 越大越易避 哦明白明白 香港就沒有什麼 這個好處 所以呢 拆就是為了 卡你的水 哦 既然如此 就算我卡到你這麼多水 我隨便拆一塊垃圾出來 都卡到一千幾百億了 那你卡完出來之後 可以交多點稅 不要緊 我們這邊豬兜多嘛 是啦 所以就是很不同的想法 明白啊 那你的外股1211 都其實出了數字 出了全年數啊 都不失禮啊 說真的 是不失禮的 那如果這樣看的話 其實比亞迪 是否應該可以 好似Tesla 回一回又再創新高呢 是否現在都應該可以進回呢 哎 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 就是250多到300元 它現在270多 就站在中間 嗯 就 有貨我繼續持有的 那如果這個是底的話 就是短期的底見了 250元附近 那都真是 真是這個位置進一進去 就按照你的道理 就駁回三十三百元 是的 但是看到底 不代表明天看到頂的嘛 哦 那可能在270多 又再試一下底先這樣 嗯嗯 但是我覺得 今年和明年 都是電動車的世界 都是 都真是電動車 不只是中國的電動車 全世界的電動車 是應該是 爆炸式地的交付量 都是上升的 是的 會突然之間 你會看到很多牌子的電動車走出來 這樣 應該今年會非常之豐富的 那些電動車市場 是的 如果你說12月 給阿迪的新能源車 都已經賣了九萬三千多架了 是的 又是升了超過兩倍了 順電動車賣四萬多架 其實如果你去比對那些理想 那些電動車 是他們的三倍多 那大好 一向他們的規模都是大一點 現在做了幾多年車 那倒是 你想想巴菲特 入了幾多年 所以你想想Tesla 多厲害 Tesla Tesla真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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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做的品牌是厲害的 當時跑車來說 它真的厲害 喂 Tesla和比亞迪 比亞迪是早很多 但是比亞迪似乎是一些上車型 你不明白 Tesla推出的時候 已經覺得 是一些高檔高格調的跑車 那他們沒有叫你比亞迪開頭的時候 上車型 比亞迪開頭都可以高格調 那市場的消費力不同 對吧 你弄個比亞迪的電動超型跑車 貴一貴 可能他又怕 總之現在 現在我看的是Tesla的產能 短期沒有人這麼快可以追到它 嗯 真的沒有這麼快可以追到它 所以它還是龍頭 所以它的股價升真的很有道理 但是問題就是 這麼貴怎麼買呢 嗯 還得到馮同學的垂柱 更加害怕 馮同學還沒有錢買著 是 先試一下 它現在整倉都是 7500 對 整倉都是7500 他說是全倉 他買了一樣股份 把所有的錢都放進一隻股份 好搞笑的 他又不會懂得把倉的錢分 是不需要的 這些是燈的特色 是不是 燈照那邊就照那邊 夜夜都all in 對 它是廁所的燈 一格就一盞燈 你的一格那盞燈 又不會照另一格 OK 照了一個屎窟就照了一個屎窟 美股就真的強 當然強 即是上兩個星期才說 哇 這隻蠟子試了兩隻腳 嗯 嘩 試完兩隻腳 啪一聲就抽回 沒辦法 你龍頭那樣爆 是不是 你看到兩隻腳 一見到啪一聲就抽回 是 真是強 但今晚 因為它給道指和標指 它有些落後 是 反彈還有些落後 可能今晚到蠟子 升上其他大隻的科網股 蠟子都應該爆 真是厲害 三範都厲害 標譜 道指納子都厲害 這些就是一月效應 是不是 我覺得有的 美股連年都有 我們先休息一會再談 咦 你知不知道 Daniel來的 誠誠券Rica Finance開戶優惠 只要2022年1月1日至1月31日期間 敬以下Rica Finance指定連結 或者節目畫面中的QR Code 首次驗證並成功網上開戶 可享有以下一位 1200元港元現金券 可以用來買港股或車賣美股 港股無限免勇 美股免勇半年 港股美股串流報價 300元港股現金券轉倉相 參與專屬客戶活動 當然還有Rica Finance的特別節目觀看權限 記住要用Rica Finance指定連結的首次驗證電話號碼 千萬得到以上開戶優惠 以上優惠細則 可以WhatsApp查訊92422928 更多詳情 我參與Rica Finance指定連結的專業網站 會跟貼指數或證股走勢 受波幅和街貨影響亦較少 更快去高盛應股證牛紅證網站 利用這三個標準簡卵 想知更多即使卵證部署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早早9點9 又問錦sir主持的敢養賣卵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订阅这个QR Code 开户 外汇交易就是一个字幕 这么简单 Z.com Forex Sarina又是你啦 好啊我们继续 45分 好啊890分左右 因为等下华夏Daniel来了 Daniel 会来的 那我们谈谈A股 提一提 要的因为我特意安排两边 刚刚说道指标普和纳指都很见得人 相反我们中国的数十八个指数 就没有指数见得人 就吓死人 今天创业版尤其是 是啊 为什么要跌那么多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去年创业版是OK的 所以今年的大户 我想是资金轮动 是 那是不是去传统股份 是 不过传统股份又升不起 那怎么办 很明显我看到是创业版 走去那些旧版 传统东西在那里 嗯 转到那么上下 转到可以的 按个按键 希望A股会好些些 不知会不会有救星呢 明天 就是中移动 941 A股会上了 哼 看看怎样了 真的 因为今天中移动 都是有一棍羊竹 H股是抽了上去的 嗯 为什么呢 其实追价也有时间去追 是 因为A股的上市价是57.5 耶 人仔 耶 而港股你看看 48元 是啊 如果A股明天中移动 都爆爆一下 耶 那中移动 是不是941 可以炒少少呢 你继续FF 哈哈 中移动 这些是什么股 怎样 52元 说要回A 嗯 回到明天回A 嗯 48元 48元 那你回来做什么呢 不紧要 如果52元 他坚决 插了心口 说不回A 可能现在有55元 56元 他一说回A 就跌到现在 好了 你说明天回A 前层不要管了 跌下来也跌下来 那他做什么 明天57元 一上就另一个好看 是的 直接算人民币对港币 一对一 57元 哇 这么大的折扣 当然炒得起了 好啊 如果今天941 那为什么今天 中国电讯也炒呢 炒 那就是 中国电讯也升四个多 那可能是 明天是中移动A股A 不是728 或者中电讯A股 明天又炒了一份呢 哦 一起歌舞升平一番呢 哦这样 是吧 有成 就是中国电讯有成半年去炒 你不炒 你炒明天 搏一份中移动歌舞升平 那就是这样的啦 要不就痴呆 要不就弱智 我觉得 由于双汤的成绩都这么匪然的话 我觉得面子问题 中移动明天 都不应该炸下去的 没理由这些这样的民族品牌 又是坏给人看的 会不会的呢 你又不要像上移动 看得那么重要 你昨天说得那么重要 我受给感化而已 但是中移动 中移动相当这样的尺寸 中移动是这样的尺寸 所以不要扔到面子里 如果中移动明天不行 没有这个能力 好像728 又是一棍打回来的话 那就真的没有面子 所以我们要讲中移动 不是为面子的 就是为上市而已 OK 没有把握 我们就不讲面子 哈哈哈 没有这个能力 打仗也是 不要说这个面子 打仗也是 你拿兵去打非洲小国 整个国家只有5000人 还有4000个女人 那你就大大声去打他 对咯 那你打中国的话 那你就不要说了 哈哈哈 所以中移动明天就不是为面子 相当是为面子的 所以我不知道 今天的中国电信 又要抽4个多%上去 因为可以拼搏 拼搏影子 拼搏影子 拼又是追回叉价 哎不搞的 纯粹是这样的 当日的728 回到整首蟹货 哎呀又说Suki可以啊 抽到A股啊 是他沽到而已 他沽不到现在又是 不见一块佣 所以明天中移动 哇我不知道A股会怎样 应该A股会叉抽的 照计会 应该是叉抽的 你这么大只 又为面子 如果他这样扔下来 其实都会拖整个指数的 大哥 但是你A股抽了上去 就不代表香港 就会跟着捉的 哦 那这样也有差价 是啊 就不要乱拼了 是 和A股抽了上去 他又未必够力 站得稳 都都都都都都都 但是香港就先跌了 那就就是窩可了 嗯 所以中移动 回A那么久 就不炒那么久 我又不会将他 真的回了A之后去炒 除非你说明天中移动 一爆到上去 80元90元 是 那当然跟他追追差价 但是50多60元的话 你香港48元 我追你的毛吗 这里有些分析 中移动 登陆A股 分析 就说破法的风险少 原来大家不是想着 怎么抽上去 而是担心他 破法的风险有多大 即是说 不是我们香港这边 要追上去A股 而是跟我们这个估值 追回来 大家是 现在开始害怕 多过想欢呼 所以今天你中移动的A股 这样抽上去 看路了 真正 中移动如果明天破法 我想整个A股 真是倒閉了 是啊 真是倒閉了 你相当乐玩 每1.2的面子 你终于和你走去破法 那你这个A股 成何体统呢 是不是 那你日后都会做 指数权重股 但是你市值这么大 難怪今天788有升 788有升 788有升吗 有升吗 8号8 一起5G必升 是啊8号8 有很多网友问 788怎么算 1个零多 1个2毛多 1个4毛多 怎么算 我终于想到 怎么算 怎么算 用来涉太税 你不可以再用这些天文 风水述素 不是迷信 涉太税 反正没用 反正放在这裏 你又沽不到 不如用来涉太税 不是不沽而已 20日都给你沽了 可能太税 没有人喜欢太税 可能太税要 用来涉太税 788 涉完太税 可能升回 你给你沽到 涉太税一年 一年后 都是百多字 哦 是啊 太税一年后 我还回给你 都是同价 你拿来涉太税 你拿来涉太税 也不用怕 是吧 太税又会谢谢你 但是他又不会跌 OK 是啊 是啊 你也拿来涉太税 你也拿来涉太税 拿来涉太税 要啊 好想着 拿一下枕头也好 有什么垃圾 哈哈 你不要让大师听到 喂 我是持股 只是说出我的感受而已 所以941 所以941 低了 低了 现在又说 玩传统股粉 由ATMXJ 过来 传统股粉 中移动 就低了 你看那些汇丰可能会好少少 有人说建行金就可以了 建行金就可以了 建行得了一段时间了 是啊 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内银得呢 很简单 拼它农历年前放水 是啊 又是这些年年都是这样玩的 上一次其实拼了 说真的 不够 降传准做了 再来 接着LBR就减了给你 再来 再来 逐少逐少 再放水 今年派什么历史 需要放水派历史 都看不到 在大陆 哈哈哈哈 你看看 如果你的外交在西安 你找到他出来 分个历史给你 真是 外交会跟他说 我现在被人逼迫 我不是在西安 我一个月 我不知道在哪 哈哈 真的不知道在哪 我那边要清零啊 由于我被怀疑 可能会有事 带菌 所以我要走 不是 西安很厉害 西安是叫做社会清零 很强 是啊 什么叫社会清零 我终于在大陆找一个原因 社会清零就是说 你那座楼有人中了一招 你就会被人运了 不知道在哪 整座楼不知道在哪 整座楼 如果你中了 你染到 不计我的 不计我的城市 因为你已经运走了 是啊 就是社会清零 所以不是清零 这是北京下来的 原来是这样 你见不见到 所以很多西安人大迁徊 所以西安大迁徊 就是因为他要做到西安这个地方清零 因为西安市政府就说 48小时社会清零 是啊 那就是你走 两天内 我给你两天时间 你全部走 只有我在这里 一个就清零了 是啊 那些原本的西安人 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 那些其他地方 就应该清零了 可能在周边西港城 哈哈 很搞笑 这个清零方法 真是 内地什么都会有 有什么事发生 要搭狗了 要不要叫他 要叫他 我们休息一下 轮证价格自然会跟贴指数 或者是证股的走势 受波幅和街货影响也都较少 还不快去高盛应股证牛熊证网站 利用这三个标准轮 想知更多即市轮证部署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 早上9.9 又问錦sir主持的敢养买轮 现在来Z.com Forest做外汇交易 有超过1万元的礼券等你拿 今个月完成开户 即时可以拿到200元的HKTVMORE礼券 开户30日内完成指定交易量 还送你额外奖赏 五款礼券全部任你选 任你组合 做够18手 送多1000元 交易越多 奖赏越多 最多可以拿到1万元的礼券 现在就scan这个QR Code开户 外汇交易就是一个字母这么简单 Z.com Forest 我还要吃到费包 是她吃水了 收不收到料 都真的差很远 华盛通串流报价系统 自动不停更新股价 成交、数量 下盘,要挑选对盘 Seren,我一定会买到费包给你的 训练 十几分,这就好了 好 我们帮遠转你放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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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再见 本公司概不负责 同时 Record Finance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 只可作为参考之用 并不构成要约、招揽、邀请、有史 任何不倫种类或形式之身术 或定立任何建议及推荐 读者勿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资决定 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 概与Record Finance主持、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 同时 Record Finance所有节目或资讯 相关内容、熟作者、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Record Finance立场 Cuando jay出品 成目以后 身rakt 基本上 参考